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幫各位介紹的 叫做個人簡介頁面 比方說你今天要上台做簡報 或者是你要講課 甚至是開會 你可能會做自我介紹 或者說你要介紹 某個人物或者是某些人物 你可能會準備一頁或者是好幾頁 來介紹你要介紹的人 或者是這個團體 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這個個人簡介頁面 我待會分享幾種個人簡介頁面 我們常常看到的一些風格 讓大家做參考 首先就是我們畫面中的封面的 這一個 這個叫做幾何風格 比方說像這樣子 就是加一些簡單的幾何圖寫 然後配合一些簡單的動畫 加上你要寫的字 就會組成這個叫幾何風格 下一個呢 因為今年台灣要選舉 選縣市長跟縣市議員 好 那有另外一種叫做競選海報風 就像這樣 看起來是不是就很像 我們平常在路邊看到那些競選的看板 就是通常都是這個風格 就走類似像極簡風這樣 好 第三種呢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叫做筆刷風 就是加一些筆刷的元素 然後這個加上你要寫的字 這也是一種風格 第四種呢 如果您常常看一些韓國的綜藝節目 或者是韓國的偶像團體出演的音樂節目 有另外一種風格叫做音樂頻道風 也是走極簡風像這樣 就是人物啊 然後加上名字 然後就很很單純 好 下一個呢 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 加更多的動態的元素 那就有點像體育頻道 在介紹體育選手的時候 這叫體育頻道風 給各位看一個 就之前我們曾經有秀給大家看的 這很多風格啦 下一個我們再介紹一種叫做黑白風 像這樣子 黑白風呢 他有一個獨特的藝術的美感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不是每一張圖片都適合玩黑白風的 比方說這一張就很適合 如果你要用黑白風的風格的話 那你在挑圖選圖的時候 就要特別的小心 小心什麼東西呢 我的建議啦 就是最簡單的建議就是 你這個畫面 如果主角或者有人物的話 他的那個光影 highlight shadow highlight shadow 一定要層次非常的分明 你千萬不要說 那個光是單一個獨立的光源 然後就只有一個光芒這樣 然後整個光影是沒有那麼的層次分明的話 看起來就很詭異 比方說我們回到剛才那一位女圖師 你看 看起來就乖乖了對不對 就感覺好像 這個人已經不在了 好所以說我們不建議啦 就是你選圖的時候要選的好一點的 你才去玩黑白風 所以黑白風不是每一張圖片都可以玩的 好 我們回歸主題 待會我們要介紹的就是我們今天的封面的這一張 這個是簡單的集合風格 然後我們待會來教大家怎麼樣做出畫面中的這個 而且教大家怎麼樣重複利用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整份簡報 其實他的布局是長這樣子 有很多東西是在外面的 外面有一個透明的舉行黃色的 然後人物在這邊從這邊走過來 然後 有很多地方超過畫面的外面 好 那我們逐步來先放主角 你可以挑一張你要去備好的圖片 然後放在旁邊 至於怎麼去備之前有介紹過 好 那我們再幫他加一個動畫 就是新增動畫 其他移動路徑裡面的呢 我們這次選向右 讓他從左邊往右邊走 好 然後我們讓他就是一播到這一頁就直接 開始播放動畫 所以我們就設定雨前動畫同時 雨前動畫同時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設定為1.25秒 讓他走的比較快一點 像這樣 好 那第一個步就簡單完成了 下一個呢 我們就放上我們的背景的圖片 這一招我們要幫他做一個動畫 叫做放大 新增動畫 然後呢裡面強調的裡面的這個放大 放大呢 在這邊 我們可以到他的動畫窗格 按右鍵 就是到上面 按動畫動畫 就可以按到動畫窗格 那我們一樣設定雨前動畫同時 時間呢 一樣是1.25秒 不用設定延遲 就是一起跟著主角一起出現 接下來我們點點這個小三角形 因為我們要去調裡面的效果選項 效果選項呢 我們希望他放大 最後放大是108% 怎麼調呢 你就點旁邊這個小三角形 然後到自訂這邊 他預設是150嗎 我們自訂是 這個寫108 記住一定要按一下 你打完數字一定要按下Enter 按下去之後 他就回到這邊來 這邊確定是108之後 才按確定 這樣就表示 你的指令輸入完畢 我們看一下成果 到目前為止做到就是這個樣子 在接下來呢 我們加上一個綠色的矩形 然後把它放到斜斜的 然後這個顏色跟 加熱動畫我們待會介紹 好 因為我們現在這是新的物件嗎 所以那個廚師在後面 我們不要 我們要讓廚師呢 先幫廚師把它移到最上層 像這樣 好 不要被這個綠色矩形給蓋到 好 接下來我們調整一下設定圖形格式 我們調調一下這個綠色 我們把它調成漸層 選漸層填滿 然後選線性 然後角度選零度 接下來這邊又會有兩個停注點 好 漸層填滿 兩個停注點 兩個停注點的相關的東西呢 第一個停注點在這邊 位置是9% 然後透明度是60% 亮度是選80% 好 兩個停注點的顏色 我都幫各位寫在這邊 你可以到每個停注點點在這邊 然後按這個小三角形 就可以自己去選 好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我們這邊就不再做介紹了 好 這是第一停注點的相關的設定 這是第二個停注點的 大家只要把這樣填進去 待會看到的畫面呢 就會像這個樣子 好 調的會剛剛好 好 有點半透明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要加上動畫 新增動畫 我們選插區 選插區 然後呢 全從哪邊插 從下面往上插 接下來一樣設定他與前動畫同時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期間的設定是0.55秒 但是我們延遲0.5秒 延遲0.5秒 讓他畫面呢 圖片啊 這圖片就是這個女圖師背景圖 就是後面的背景圖 這個綠色矩形呢 雖然說設定與前動畫同時 但是我們晚 0.5秒 才開始 畫面就像這樣子 看起來就比較有層次感一點 接下來下一個 我們就把這個矩形哦 複製一個 這一複製之後 他的顏色以及他的動畫 就一次都複製完畢 我們就不用重新再做了 好 把他擺成這樣子 畫面擺成這樣子 好 擺好之後呢 我們把他調一下顏色 他這兩個停速點顏色在這邊 好 然後呢 兩個停速點的 這相關的設定都在這邊 第一第二 把它弄好之後就變成藍色了 我們現在藍綠都有啊 藍色的 白色也有藍綠都有了 好 幹話講完了 我們現在繼續往下走 好接下來呢 因為他已經調完動畫了 但是我們要調他的時間 好 時間呢怎麼調呢 我們一樣 一樣他的差距 一樣是0.5秒 這次再延遲再更 更久一點 剛才這個綠色是0.5嘛 我們這個藍色就是0.75 就會更有層次感 好看一下 好你有沒有發現綠色先刷出來 把藍色再刷出來 好就是這製造一點層次感 好 那我們的 這個主 這一個藍色呢 因為他現在最上邊 所以我們主角是在綠色的上面 藍色的下面 剛剛好會卡住 像這樣 好 這樣完成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接上 啊 要寫的人物跟他的支撐 發寫上這個是當然虛擬的 吳蕭美 好 那動畫呢 我們把它新增一個動畫 很簡單的動畫叫做出現 出現就像這樣子 接下來呢 我們把那個動畫 設定一下 出現完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動畫設定 他的延遲時間跟 他的 一樣是與前動畫同時 但是我們這是又延遲 一秒鐘 所以現在看到所有東西呢 排好之後呢 大概會類似像這樣子 延遲一秒鐘 好我們看一下到目前為止的動畫效果 好 再看一次 那接下來呢 就放上 這一個黃色的矩形 黃色矩形 相關的顏色跟他要加的動畫 我們這邊來做介紹 我們先調整他的顏色好了 好 打算他透明度呢 調成65% 接下來他的 這個色彩啊 我們選這個小三角形 你可以用自訂那邊把它填進去 填進去之後呢 好 這就是這個顏色 而且我們調換透明度了 他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幫他加上動畫 這次的動畫 一樣是 黃色矩形這邊哦 在調動畫之前哦 我們先去調整他的位置 你可以到再來一次 到常用裡面的選取 選取裡面的選取 範圍傳格這邊調會比較快 你就不用調什麼 像上一層 像下一層 你就把這個黃色矩形哦 是 這一個畫面的 從底下這是最底下的 然後他是最底下往上屬的上一個 他只比這個背景圖 改得高一屆而已 這樣子呢 主角就不會被他擋到 那我們看一下哦 黃色矩形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幫他設定動畫了 新增動畫 其他移動路徑裡面的右斜 從這邊往上走 然後我們設定他的相關的時間 是一秒鐘 然後延遲0.5秒 設定他 一樣設定與前動畫同時 當這個矩形呢 這矩形你可以放很大 沒關係 就剛剛好可以蓋住你的背景圖就可以了 看一下目前的效果 再看一次哦 好就像這樣子 最後呢 我們加上我們要寫的文字 這文字呢 你可以自己加你想要的文字 我們加上一些簡單的 文字的小小動畫 就加出現的蛋出隨便你 好這一坨文字呢 我們把它加個動畫 一次把它選起來 然後新增動畫叫出現 就一起出現 他就一起出來 然後呢 我們其實我的 這個文字有分成兩塊 一個叫我的料理人生 以及下面徵召個經歷 這一塊大字跟小字的部分 好 我們先調主標 主標的部分呢 因為他出現 出現其實就 我們給他一樣 隨著前動畫 期間不用動了 然後延遲呢 設定1秒鐘 延遲設定1秒鐘 接下來小字的部分 一樣是 因為剛才都做了嘛 一樣是出現 延遲是1.5秒鐘 就是我的料理人生出來之後 這個呢 才會 0.5秒之後才會出來 因為他延遲1.5 這個料理人生是1秒鐘 好 這樣就會更有層次感了 如果你不調這個 也不是不行啦 都可以 只是這一張我是這樣做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目前動畫窗格相關的格式應該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我們看一下目前的動畫效果 大概類似像再看一次 這個做完之後有常常看我們的頻道 我們常常在講就是我們做完一些東西之後 這就是你自己的範本 這個範本呢 有什麼好處呢 未來我們只要改圖片 把圖片按兩下 然後變更圖片 或者你要改一些字 把它弄一下 因為動畫效果都不用再調了 因為全部都已經做好了 以後就可以重複使用 今天簡單的集合風格的動畫封面 就是人物簡介的動畫 那幫各位介紹到這邊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了 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